疏通神器之开箱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神器 这个神器是什么呢 是Dream Snaker 今天呢刚从亚马逊买到位 然后呢之前呢一般我通面台和shower或者standard shower这些类型的呢 一般使用的是这个 这种呢大家都常用的这种软的塑料的 但是呢这个缺点是什么呢 缺点是这个呢长度太短 不能够通太长 如果这个头外啊然后很长的时候 这个就用不了了 所以呢从亚马逊买了一个比较长的 现在咱们打开看一看 这个就这么一个 它还有带的一个包装 就是一个包 但是呢用 给我感觉就是用一次之后 搁在这里面就很脏很脏了 所以呢这可以割别的工具 这里有说明书 手套 就这些 说明书 很简单的说明书 这个呢基本上就可以疏通这个洗面台或者shower之类的 但疏通厨房之类的话这个就很弱了 因为这个毕竟是很小 那么疏通厨房的呢是另外一种的了 然后呢这个呢就可以这么着抽出来 然后慢慢慢慢的做 这样是handle 然后这样转 然后如果觉得这个转的力度不够快的话 这里呢 这里呢可以接一个电钻 这么着 这么着电钻慢慢慢慢转 就可以把这个小的小的口 小的口的堵塞的东西就能给疏通干净 那么厨房的呢 这个呢可能就有点弱了 厨房的就得要买一个更大一点的 snaker就看了 大概就这样 还可以哈 挺漂亮 OK